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三伯儿 咋样了 你哥哥 三伯儿 三伯儿 你让我看看呗 你吃多了 来来回回地走 赢早 我着急啊 你着什么急啊 别挣 别挡着我 靠边这儿 我立不住 你这样 你行不行 你说你们忙活半天 忙活出啥晚上来了 这不还是个男的吗 营长你看呢 这咋看也不像女的呀 那也比你像个女的 一边去 来 行了 就这样吧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谁要是走漏风声 回来就关锦闭 走吧走吧 赶紧集合了 走 你是哪个苗里的和尚 跑得我的家里来念经 我一直对你一礼相待 你却在背后弄是我的人 搞得我家里头极权不宁 把这个鬼儿子给我吊起来打 你去哪 怎么回事啊 赶紧松忙 长哥 你怎么不了解清楚 就把人给绑了 那个陆管事是赤匪的探子 有啥子证据 这是陆管事给赤匪通风报信的电台 在范掌柜那里起货的 赤匪把这个顺风尔 安插在我们眼皮底下 多亏王正元明察求好 才使他们露出马脚 否则 我们还一直蒙在鼓里 王老爹 这是个误会 让你受惊了 全体都有 消息 令 相遇看 亲 相亲看 报告 市长 妇女营集合完毕 请出事 规定 事 小心 同志们 我和政委来慰慰大家 前几天的对抗演习上 你们表现得很好 特别是新兵同志 面对困难 不放弃 不退缩 敢打敢拼 我和政委 我和政委 对大家的表现 非常的满意 大家稍息吧 这位小同志 别紧张 稍息吧 报告 市长 他们都是新兵 看见首长有点紧张 我们又不是三头六臂 有什么好紧张的 看样子 你们俩就是蒙古族的新兵嘛 谁是姐姐 谁是妹妹呀 报告 市长 她是姐姐 她是妹妹 不应你说 让他们自己回答 报告 首长 我是姐姐苏药 小同志 市长问你话呢 报告 报告 怎么了 报告市长 牛连长因为小的市长 今天要来慰问新兵 所以前两天就加强了 他们的训练 想以最好的精神面貌来 展现在你们面前 初日是因为训练太劳累了 所以犯了风寒 现在嗓子哑了 讲不得话 等一下 李团长 你想干什么 你这个病怎么回事 你诚心跟我作对是不是 你深正不怕影子歪 我告诉你李八爷 我对你早已忍不可忍 发现问题我不能不说 市长 报告市长 我是男的 李团长 李团长 你说说 你干什么事 李团长说给你加南兵编制 你退散祖寺的 你自己藏个南兵 还给我搞梨猫换太子 我 新兵值得我们去紧张 我看是你自己紧张 你嗓子坏了 你第一个战成了大叉 你出的主意吗 报告市长 是我出的主意 跟我们营长没有关系 没关系 你们都快演一台戏了还没关系 你们考虑过后果没有 如果干部自己都没有原则性和纪律性 怎么带他们去打仗 营长 首长 是我让李营长他们留下我弟弟的 你要是打 就打我吧 来 快起来 来 苏雅同志 我们红军不打战士 更不打老百姓 有什么话慢慢说 首长 我和弟弟跟着父母来四川卖马 父母被土匪打死 抓我们去干货 后来我们俩投了两瓶包抛了出来 四处流浪 是李营长收留了我们 首长 只要我和弟弟不分开 有范指 你让我们干什么都行 苏雅同志 我们的队伍里 有很多战士和您有一样的遭遇 可我们是部队啊 必须遵守记录 才能完成我们的革命事业 明白吗 是的 郑伟 我有一个建议 把苏日编入警卫营一连 但是日常吃住都在特务里 反正两个地方也不太远 这样他们姐弟俩 还是可以经常在一起的 入列吧 是 他们姐弟是少数民族 属于特殊情况 我同意李团长的意见 另外 李营长这次 是严重违反纪律 应该做出检讨 好 李王霞 你和两个连长 每人写一份深刻检查 李团长 教会我 是 李团长 跟你说个事 李营长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别装了李团长 昨天晚上求咬包跟孙连长 已经告诉我们了 事部段联为什么瞒着我们不说 我就没想麻烦你们 你有办法吗 我正在想 既然你都不想麻烦我们 昨天晚上 你让丑小豹 孙连长到我们这儿来 是什么意思啊 好吧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们的佩体都是一样的 特殊连早就断粮了 而你们父女营 还在生龙活虎地搞训练 我就想知道你们的粮食 是怎么弄来的 李团长 你这是大肆聪明 小肆糊涂 虽然佩姐我们是一样的 但是女兵吃的粮食 只有男兵的一半 这就是我们省下来的 这些粮食 是我们父女营省下来的 你带回师父吧 好 来 好 去吧 林厅长 那我就代表师部 向你表示感谢了 拿粮食就要走啊 我还没说完呢 粮食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但是师部那边 要你替我打掩护 你又想擅自行动 还让我给你打掩护 那粮食你自己想办法吧 把我们的粮食给我们留下 姐 你说那李柏伊要去 你能让她去 你说嘞 她就是个残谋 又不会搭掌 徐关上 那人家是团杖 我是硬杖 那我就得停人家来 我觉得不肿 他就会给咱拖后推 二指 全量这事 队长清兵知道了 林厅航 你们排练到什么程度了 方刚一讲 我们的节目排练得非常顺利 节目有 小话剧 合唱 独唱 还有 慢点说 这么多的形式 都把我给搞晕了 你们现在排练的是什么呀 我们现在练的是施朗诵 营长 我们练一遍给您看看 你给我们提提意见呗 不用了 我过来就是来看看你们 给你们家家有股股劲 过两天不就预演了吗 你们一定要好好练 是 我给你 你给你 我给你 姐 你咋糟了 我还想看看那施朗诵 这傻的用你为啥 他说那十郎松你听过 我也没听过 他说让我听了提意见 我拿啥提 你就随便说说呗 我不懂的事我咋能乱说了 我说错了不是黑人吗 我看你是怕丢人 闭嘴你给我走 王老爹 我胡某人是一介无夫 粗心达矣 对家宅内缘一向俗乎 这次多亏了你 把我们救出了家宅 真是佩服佩服 坐坐坐 只是应该要事先大声招呼 王老爹你是出来杂倒 人生地不说 这个万一要是有个 啥子三长两短的 三哥 王老爹 我三哥的意思是 日后你有什么计划和打算 咱们多通通气 不要让我们蒙在鼓里 上次没有通信的原因是 考虑到此事关系到 剿匪的全盘计划 没有深思熟利之前 不敢乱讲 还请三爷四爷见谅啊 陆管事已经死了 范掌柜只不过是个通风报信的 估计从他嘴里 也掏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情报 专员刚才提到剿匪的全盘计划 不知道专员 四爷 您可别小看了范掌柜手里这部电台 有了这部电台 我们就可以利用他向赤匪发送假的情报 然后有敌深入后一举尽灵 刚误之际是查出范掌柜那部电台的密码 另外 我想三爷和四爷 向南京政府申请了两千条枪支 而且都是我中央军配备的得势武器 但是有个前提 三爷的保安队必须接受整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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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在这家里 在这家里的一家里 对不起 这是在这家里的一家里 对不起 就像我说她的一家里 既然王老弟已经把花挑明了 我自闻已举 正便以后传人之传的那些个条件 还算不算说 君子一言 驶马难追 在苍茫的大海上 狂风卷积着乌云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 海燕像一道黑色的闪电 在高傲地飞翔 一会儿翅膀碰着海浪 一会儿剑一般地直冲云霄 它叫喊着 在这鸟儿勇敢地叫喊声里 乌云听到了欢乐 啊 在这叫喊声里 充满了对暴风雨的渴望 啊 在这叫喊声里 乌云感到了愤怒的力量 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啊 海鸥在暴风雨来临之前 神隐走 神隐走 它们在大海上飞船 它们想把自己对大海的恐惧 被掩藏到大海里深处 啊 海鸭也在呻吟着 它们这些海鸭呀 享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欢乐 看我 哄咄咄的 那鸟飞了吗 打雷了 下雨了 想坏了 纯笨的企鹅 把胆怯的身体藏在悬崖底下 就由那高傲的海燕 勇敢地 自由自在地 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啊 乌云越来越低 越来越暗 向海面直哑下来 而波浪一边歌唱 一边冲向高空 去迎接那雷声 一堆堆乌云 像青色的火焰 在无敌的大海上燃烧 大海抓住闪电的剑光 把它们消灭在自己的深渊里 这些闪电的影子 活像一条条火蛇 在大海里蜿蜒游动 一晃就消失了 啊 暴风雨 暴风雨就要来啊 啊 雷声轰鸣 波浪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叫 跟着狂风争鸣 狂风紧抱起一层层巨浪 恶狠狠地把他们摔在悬崖上 把这些大块的翡翠 摔成成雾和碎末 啊 看吧 他飞舞着像个精灵 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 他在大笑 他又在嚎叫 他笑那乌云 他因欢乐而大笑 这个敏感的精灵 在雷声的震怒里 早就听出了困乏 他深信 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 是的 遮不住的 啊 这是勇敢的喊烟 在怒吼的大海上 在闪电中间 高傲地飞翔 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完了 演 演完了 鼓掌 报告影响 我们还有一个节目 还有一个节目啊 是 小话剧 奥斯特劳夫斯基的 钢铁是怎样列成的 也就是巴尔克扎锦 和东尼亚在火车上的那段对话 啥 营长 这是非常著名的 很好 同学们 今天你们演得非常的好 总之 这个 很不错 同学们 我建议 我们唱首歌 欢迎一下我们新来的学生兵 霸云桂花 预备 唱 大月桂花遍地开 仙虎的旗子 跳鸭跳起来 长得有结彩啊 长得有结彩啊 红归成蓝 散除新世界 散会 加油 好 哎 长官 长官 我是冤枉的 我是冤枉的 放了我吧长官 长官 我是冤枉的 放了我 放了我 范长官 你和陆管事不一样 你有老婆有孩子对吗 你要为他们着想 长官 我都回答 多少次了 我就一个看电台的 陆管事每次来 他都亲自自己发报 我也就是 在门口给他忘忘风 把孩子带下来 哎 儿子 儿子 你凭什么抓到哪儿子啊 儿子无辜的 放开他 放开 电台密码 电台密码是多少 我说 我说 儿子 等一下 你知道银长找我什么事啊 没啥事啊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对我们昨天的演出 不是特别满意 我觉得挺好的呀 没啥事 就是招招招招 刘比较 进来 银长 昨天我们的演出 同志们可能 终正式步枪 专门给你跳的 拿着 喜欢吗 走 我带你去查哨 走 我带你去查哨 老五 你多带我 结给天大王子这个龟儿子的粮丝 准备去榨个羊了 都准备好了 明天就送 三哥 这个王专严讲的有道理呀 今天年头不好 庄稼欠收 赤匪那边一定是恶红颜 咱们的地方他们出来抢粮啊 老五 老五啊 嗯 你多带现在 沿途先收上一遍 三哥 田大帮子 相来几回咱们造杰克过精 对于田家 咱还是要失克而治 我的死 你到了杰克去扯 让他们安死了解 三哥 还在为整编这事犯愁啊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 在胡家镇 做什么不做什么 还不是咱们兄弟说了算吗 大丈夫能娶能神 政变只是权益之极 并非长久之策 婆婆 进 连长 连长 咋样了 借来了 来来来 坐坐坐 来 坐坐坐坐坐坐坐 我说你记 检查 今天新兵检阅 我错了 手掌说得对 我 弄在那干嘛 赶紧写呀 一会儿我全忘了 不会啊 我不会写 那你咋不早说呢 那你也没说让我写这玩意儿啊 我让你写别人你就会了 怎么那么笨呢 我给你找个姓名 找个学生编写行吗 这事儿能让他们知道吗 多丢人哪 我这连长以后还咋当啊 满院子谁不知道你不会写字 你能不总说实话吗 敢想 要不 找林营长或者王连长给你写 拉倒吧 他俩还不如我有文化呢 那咋办 以前看你嘚不嘚嘚不嘚 挺能白乎的 咋连字还不会写呢 林二芝 林长好 陛下 你们都是从大城市来的 见多诗广 上过洋学堂 还会说外国话 我都很羡慕的 听说你们要来演节目 战士们高兴的都不得了 但你有没有想过 今天看你演出的都是些什么人 这些兵都是从红军老区走过来的 没有文化 刚入伍的时候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那高尔基是干什么的 高尔基是苏联的文学家 是革命家 苏联的 我说我不知道呢 那战士们就更不知道了 高尔基他参加革命前 八成去海里打过云的吧 咱们赢的女兵 谁见过大海呀 那谁知道海燕是这什么鸟 你们在台上啊呀啊的 啊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战士们还以为你们牙疼呢 注意 陛长 我明白了 到底是文化人 一说就明白 要不我怎么一眼就挑上你当文书人 陛长 有情况 刘碧霞 你先回去 陛长 怎么什么事都不让我们知道 我们刚刚说完 这是部队有纪录 是 营长 明天确实有一批粮食要运走 好像是胡三言给填的棒子的 但是押送的人据说有不少 管他有没有押送的人哪 有粮食就有活路 让新兵参加吗 这可是锻炼的好机会啊 慢慢来吧 对于他们还太早 你先回去做准备 是 刘连璋 二纸 营长在吗 不在 刚刚出去 来 这个给你 刚烤好的 趁热吃 谢谢刘连璋 来 你坐 好 二纸 瓶子咱俩关系咋样啊 好啊 帮个忙呗 你说 谢谢他 我又不诗次我咋给你写啊 别骗我了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 咱爷爷爷爷爷爷爷 你最有文化了 你小时候不在世俗呢 读过几年书吗 牛连璋 我一共才学了几天 天天被先生打授 返抢翻了几十次 后来又被锁到后院去 那也比我强啊 我爸是矿工 我从小在工地里退煤车 哪认识证啊 牛连璋 我从小就喜欢打假 不识几个字 总共就识六个字 现在 全忘了 牛连璋 这个 你自己拿回去吃 别磨叽连二支 到时候写不写 我不会写 我咋给你写 我告诉你 你们师叔先生不管你 今天我来收拾你 赶紧写 你们两个在吵什么了 叶蓝奖 写检查呀 你写了吗 哦 忘了 阿姿 赶紧秘密通知所有老兵 清理武器弹药 明天一大早有行动 是 不用写检查了 太好了 什么行动啊 这么秘密 就是不想让总部知道嘛 还要确保所有新兵不知道 传单命令 是 刘连长 营长命令你留下 埋伏在师部外围 以防万一 不让我去啊 营长的命令 总部第一嘛 还有我和营长的那个检查 由你一个人完成啊 啥 这也太欺负人了 明明知道我不会写字 还用写撒人的 这是命令 这叫啥事儿啊 这叫啥事儿 啊 林梦霞你怎么不敲门呢你 我不想敲你的门 你有什么可怕的呀 我 我 我有什么可怕的呀 最起码男女有别吧 你要是个男人 把你手里那几张纸给我看看 你想说什么 梁氏有消息了 明天可以行动 明天 在什么地方 林省边界 你得配合我 你说 你需要我怎么配合 我要你们特务联的几个人 尤其孙猴子我要他 他不就是林省的人吗 你这样的话这件事有点搞大了 你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 不是不让你想 没有时间想 速战速决 往返不超过三个时辰 我留下牛改花给师部座外围 加上了特务联的主力 师部的安全绝对没问题 三个时辰 不超过三个时辰 你真的能回来吗 我保证 你拿什么保证 一天都没吃饭 还拿什么做保证 这什么东西 我也没看清 你拿什么做保证 我保证 我以后听你的话 你说一 我绝不说二 我以后 程无证 真累 快快快 快快快 林总 天刚报告你来的 快快快 快快快 成功一名 一人一个 不能让他们开枪 是 你开枪 你开枪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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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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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老王 啊 这扣子快到了 你带几个兄弟 跟田达帮我人家解一下 好 赶紧紧紧 送我走 快点 扎着 死的 快 你们俩去北边 死 是 你们纠着几个人 你们纠着几个人 我看这三地方 暗上的汗 吴远要是有空 过来索索 吴远 你既然都来完了 遣到他一个急的汗 兄弟 路途检线 不得不孝心 多胆怠心 兄弟 干完刚才 强盛从河而来 好 刚才把吴远剪刀出来了 刚才可大了一只伞机 如果伞爷要喜欢的话 就算个萧经他老人家 那倒不用了 这些人 把你把粮食干回去 兄弟 就不做流量 告辞 不松 走 不松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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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点水 赶快转快 转快 不行 不行啊 长官啊 我求求你了 我们全家老幼子 平就在 三叶送到 两次都不去 我们就没逼了 求求你了 宝哥 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好 嗯 梁手放下车 警长 我已经端梁了 这场梁手来自不疑 你再考虑 撤吧 撤 撤 撤 刚才会儿配你撒起来 灯火灶 盒子泡 业绩子先生 快 快从前面销路跟着绕回去 快 快 快 散就业 散就业 刚才是不是吃废 结果凉 是 是的 可他没有动我们 车上的粮食也没有动 他知道我们回家去 是要杀头的 他没有短人 用得杀巧 人挺多的 大概都是一些 花镖 大刀 都是穿着一些破衣服 比我们还要破得多 不过 副馆 到 把地车粮食留好 不议 这算死 跟个胡家 留条路吧 是 第一次留下 起来将不带走 是 不许多 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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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他们丢下一车粮子跑了 领导 领导 会不会是个拳头 你留下 掩护我们 我们去看看 好 偷不了你 我们走 还没回来 还没回来 没啥动静啊 不行 我不能再等了 三个小时已过 他们肯定出事了 我要向市长回报 组织救援 别急啊 三个时辰 就是我们营长那么一说 他啥说还说都坐过来 拍葬块砍他们回了 走 你看看都几点了 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看着 任务完成的 你